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藏传佛教的故事 昨天咱们说了,今天咱们要接着回来讲这个活佛转世了 有人说呀,这个活佛转世,咱们不是在书馆里讲的够不够的了吗 在那个准盖韩国那个大长书里边,咱们有十集专门讲活佛转世 然后呢,前两天呢,咱们又聊了这个最初的活佛转世 就是啊,咱们聊了这个噶玛噶举派的第二任噶玛巴伙佛,噶玛巴西 他说呀,他自己是转世了,他师爷都从清巴 那今天咱们还聊什么呢? 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这格鲁派皇教的活佛转世 因为这格鲁派的皇教的活佛转世啊,是我们更熟悉的 你就比如吧,这班禅世系的活佛转世 还有这个达赖喇嘛世系的活佛转世 咱们汉族啊,管这种可以转世的大德高僧啊,称作为活佛 这有的高僧啊,转世转的是什么呢?转的是自己 有的高僧不一样,有的高僧啊,转世的就是菩萨,就是佛爷 咱们挨够的说,咱们什么叫转自己的高僧呢? 您就比如说吧,刚才咱们说过的第一位西藏活佛转世的高僧 就是这个噶玛巴西,他说他自己是他的师爷都松钦巴转世 那咱们知道啊,这个都松钦巴啊,是这个噶玛噶举派的创派十足 要是说起来啊,这个活佛转世啊,从这噶玛噶举派,噶玛巴西这一代开始啊 我觉得那完全是天意,哎,绝对不是机缘巧合 这天时地利人和呀,哎,噶玛巴西都占了一点 关于这件事情啊,咱们说过很多了 前头咱们就交代过,这噶玛巴西之所以要让自己这个准世啊 原因是在于,如果不采取这种方式来凝结教派 这教派呀,就要消亡了 因为他受到了元朝朝廷忽贝列的打压 再者呢,这前宏七时候的纪护大师他从天主带来了这个大成佛教佛有三身的这么一套理论 哎,也就是说你转的是什么呢 你转的是化身,前世化身到你的身上 哎,这就有了这个理论上的支持,可以活佛转世 那么技术上的呢,技术上的,就人家这个噶玛噶举派的不传秘法 叫做纳洛巴六法,也叫做纳洛六法 是那个印度大瑜伽士嘎举派的祖宗尖子纳洛巴传下来的 其中有一个法门叫做千世法门,也叫做破瓦法 这破瓦法呀,他还有一个通俗的叫法,叫夺舍法呀 夺舍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舍呢 藏传佛教认为啊,你的灵魂是住在你的身体里的 所以你的身体相对于你的灵魂就是舍 一座屋子,你的灵魂住在里边而已,那夺舍听起来多厉害 夺了你的舍,夺了你的身体,我住在里边 也就是说这噶玛噶举派,他拥有活佛转世的技术 在这儿啊,咱们得画个小括号 后来这格鲁派的开派宗师宗喀巴大师啊 到人家这个噶举派就学习了这个纳洛六法 像什么大手镜灼火镜的全学了 所以呢,后来啊,这个格鲁派也是掌握活佛转世这项技术的 像什么达赖喇美啊,班禅大师啊 他们呢,自然也都掌握 所以才能够从技术方面讲 他们掌握了这个准世的法门 那咱们接着说这个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西 他这个有这个准世的需要 然后呢,又有准世的基础理论 又有准世的技术,活佛转世了 他还有一项优势也是别人比不了的 那是什么优势呢 就是他的潜意识,他所谓他的潜意识 他的师爷都松钦巴 都松钦巴在元寂以前呢 就像大家都宣布过 他说他是知三世 其实啊,这都松钦巴是个藏文的名字 翻译成汉语之后 他本来的意思就是知三世 那什么叫知三世呢 稍微了解一点佛教知识的人都懂这三个字 就是知过去,知现在,知未来 好,大神通的意思 那既然你是知三世吗 我们是你的信众,我们信了 你的前世我们没看见 你的今生我们看见了 可您缘寄了呀 那您的这个未来世 那我们也应该看见您在哪呢呀 哎,噶玛巴西蹦出来了 说在这儿呢 我就是我师爷都松钦巴的转世 我就是他的知三世的未来世 您看本来是一个不好圆的谎啊 哎,这让这活佛转世这套系统啊 给圆满了 说到这儿啊 咱们就得啊,说句这个矿外的话 能来这儿听我说说的好朋友 我觉得呀,几乎没有居士 这个稍稍的信点佛教的人呢 我看都是在少数的 所以呢,我就不介意说这么一句话 您看啊,这个佛说了 要守戒 这个居士戒呢 你也得在家守五戒,杀道云望久 这个望啊,就是说瞎话的意思 绝对是不能够说望语的 可是呢,我个人认为呀 从这个都松钦巴的知三世 一直到噶玛巴西的这个活佛转世 这些都是大望语 用咱们好懂的一句话呀 那就是弥天大谎啊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呀 这个藏区人民 笃信佛教的这些藏区人民 有点好糊弄 可不是吗 您瞧,让这个噶玛巴西 他们言们三五句话就给唬住了 这活佛转世啊 在这个藏族信众心中啊 还就成了制度了 得嘞,咱们说完了 他们呀,咱们再说说这格鲁派的活佛们 到了格鲁派这边啊 那这活佛转世 真就让他们给玩的系统化 细致化,规范化了 到这之后啊 这活佛的藏语了 有专门的称号了 叫做仁波切 哎,前两年呢 您听没听过一句玩笑话 说这北京长阳区呀 有二十万仁波切 其实这句话呀 它不是好话 这句话说呀 就是有二十万骗子的意思 打着这个仁波切的旗号啊 来骗钱 他们都不是乱寿贯丢 他们简直就是啊 纯片 根本呢也不懂 藏传佛教的教义教理佛法 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灌顶 如果你跟他去探讨 这个佛学知识啊 他们若么就是低头不语 要么就是摇头微笑 问急的他们就会说 天机不可泄露 哎,老道的话 他们都会说 那仁波切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这仁波切呀 如果按照字面翻译过来的话 就是大宝的意思 哎,大宝贝 翻译成汉语啊 这汉族人以异为理解叫做活佛 然后活佛再翻译成藏语 人家藏语里也有这个词 实际上叫做珠贝古 那我们还知道啊 有另外一个大家都熟悉 对活佛的称呼 叫做糊涂克图 这糊涂克图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糊涂克图啊 它并不是由这个盟语 直接翻译的仁波切 而是翻译的珠贝古 从这个翻译学的角度上啊 糊涂克图可就没有仁波切的意思了 人家直接翻译的是珠贝古 也就是活佛 并不是大宝贝 这个挺绕的 不过呢 也不太重要 也就是无非您记下来呀 以增弹资 记不住呢 也无所谓 哎,咱们聊完这些以后啊 就又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出现了 那么说 这藏区人民 是挺好糊弄的 这个噶玛拔西啊 他们爷们几句话 就把这个藏区人民忽悠住 哎,承认了活佛转世 但是那天下的事都是有原因的 那总得有原因 这藏传佛教的信众 就这么相信活佛转世呢 这就是藏族佛教信众 心中的一个无意识的期盼 这句话呀 挺好懂 这个无意识的期盼呢 也可以解释成为潜意而默化 哎,您看这个汉传佛教 您到了寺庙里一看呢 很多这个佛像啊 以及这个菩萨像啊 金刚像啊 和咱们这个汉族人 就是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除了这个发型不一样 这个还有这个穿着不同 至于脸盘身材啊 大差不差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刻意的 把这个佛像啊 他汉传化了 原来不就是讲嘛 有这个凡面菩萨和这个汉面菩萨 之所以啊 让这些个佛像本土化 就是要拉近 神与信众之间的关系 藏传佛教也一样 哎,所有的满天诸佛 不是印度人 就是尼泊尔人 有人说不对啊 不是还吸收了很多这个 本教的本地神吗 可是您瞧瞧啊 这本教留下的本地神呢 一个个啊 都张牙无招 嘴呀咧嘴 他哪像人呢 那都是精灵护法神的化身 更谈不到 这个像这个血域高原的人们了 再瞧这些宗师 莲花生 祭护 还有这个阿底侠大师 也都不是这个藏族人 这活佛转世这条系统啊 虽然听着有点不靠谱 但是转来转去啊 这些佛也好 菩萨也好的化身呢 就都成了我们本族 我们本地人了 所以我信他 因为我们老乡 特别亲切 你看咱们说的可能有点荒诞 实际上就是这么个脸 那么说呢 别的宗派都不说 为什么格鲁派就这么看重 活佛转世这套系统呢 把它更好的完善规范化呢 那是因为这格鲁派和其他的宗派比起来 他就更有危机感 首先呢 这毛病就出现在他们的开派祖师 宗喀帕大师的身上 那有人说宗喀帕大师不是为大成就者吗 那是他个人的修为 后天努力而来的 可是他的出身呢 那就是王奶奶 玉生玉奶奶 差那么一点了 这藏区人呢 有句俗话 什么俗话呢 说这个叫法域啊 他卫葬 人域是康巴 马域安多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们把这个藏区分成了三大块 首先说呀 就是卫葬地区 那就是说这个法域卫葬啊 这个卫葬 卫葬呢 是前后葬 也就是这个拉萨地区 山南地区 阿里地区 然后呢 人域康巴 人域康巴呢 就是这个甘肃 云南 以及四川 咱们所说的康巴藏区 然后这个马域安多呀 说的就是青海 这安多地区呀 向来呀 只是养马出马的地方 这卫葬人认为 这安多人呢 吐了去了 哥这北京话说呀 叫吐了帽 哥田净话叫捞台 因为呀 这安多藏人呢 他说话 口音非常的重 哎 让这个卫葬人听起来 很怯 所以卫葬人啊 就是认为 他们呀 比安多藏人呢 高人一等 在他们嘴里 一说起来呀 说那个地儿 就只配给我们养马出马 那既然的话题都到这儿了 咱们再稍在手 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卫葬的法 这康葬的人 卫葬的法 好理解呀 西藏各宗各派也好 还是单指格鲁派也好 哎 这个很多呀 大寺大庙 都在卫葬地区 既然是这样呢 那这个大寺大庙里边 肯定就是多高僧大德 多活佛 所以说呀 这个佛法出在卫葬 还有一层意思呢 这卫葬地区 一直是西藏地区的这个中心 那不但佛法出在这一地区 那这个政令也出自这个地区 所以说叫法御卫葬 那这个仁玉康巴呢 哎 这个康巴汉子也好 还是家戎女子也好 那都不能简单的说呀 是这个藏族人里边的人尖子了 那长得呢 叫漂亮啊 在咱们这个华夏 那也得算是 这数一数二的地区 所以说就是这么的寸 这宗喀巴大师 他既不是来自仁玉康巴 也不是来自法御位葬 家族没有势力 还穷 哎 这个说话 有浓重的口音不说 还爱吃个大蒜 所以说这格鲁派的开派宗师 宗喀巴大师 就剩下佛法高深了 你要说这人有多的个人魅力 看样子是没什么 这是宗师的原因 还有这个宗派的原因 咱们说呀 这个萨迦派 萨迦派人家是父子传承 人家分两只 一只呢 叫做这个轴马破章 另外一只啊 叫做彭措破章 人家全是父子传承 哎 这两只啊 互为师徒 这一只呢 如果说先出生 就是师父 这另外一只呢 就是作为徒弟 这么着呢 这个两脚走路啊 就始终保持着这只血脉 统治的这个萨迦派 哎 所以说呀 人家要活佛 没有用 这宗马派呢 他也是师父传儿子 父传子的师承关系 所以说这活佛转世 这一套啊 对人宁马派也没用 那么嘎举派呢 嘎马嘎举派啊 其实活佛转世 是人家发明的 红帽子嘎举和 黑帽子嘎举 互为师徒 人家也早有 人家也早有这么一套 规范的制度 这格鲁派认为呀 这活佛转世啊 是他们宗派的一只救命稻草 关于达赖和班禅呢 他们之所以活佛转世 存在着很多这个政治因素 这些故事啊 咱们明天讲 今天咱们不说这个 那咱们要说什么呢 咱们要说说分裂 如果你这个叫门啊 没有一个准确的 有法可依的这么一套 传承规制 那么说分裂是肯定的 倒霉就倒霉 在师父带徒弟了 你跟人家家族传承不一样 那个啊 是嫡长子继承 这个长子也好 嫡子也好 或者是父亲认为 有大成就的孩子也好 爸爸临死前用手一指 他就是下一任法王 你谁也没拙 可这师父徒弟不行啊 这徒弟啊 个个都觉着自个儿啊 本是大 我是大师哥呀 所以说呀 我说了算 那也说不行 那我学问好 我出好几本书呢 那那个说了 我呀跟老师最亲 老师这些年 全让我伺候他 结果呀 这鸡一嘴压一嘴 哎 打起来了 那他们下边 也有徒弟 也有信众啊 分派 开支 那完了 那一就分二 二就分四 四就分八 这样下去啊 用不了几年 这本门的宗法 自然就会四分五裂 用句文言形容 这就属于是 皇二郎下斗鼠子 那肯定是一窝 不如一窝 那么说呢 为了防止 本门宗法的分裂 哎 这胡佛转世 自然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祖师一代一代还传呢 你们还分裂个屁呀 你牛 你还能牛过 这达赖喇嘛转世吗 你牛 你还能牛过 这个班禅 俄德尼转世吗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钱 这个格鲁派啊 他有大量的财富积累 因为他发展的比较快嘛 在这个卫藏地区 很短的时间呢 就建立了四大寺 在这四大寺的基础上啊 以四大寺为母寺 又有很多的小寺 也就是子寺啊 他们的管理办法 很先进 很科学 你这些小庙 也就是仔细的寺庙啊 可以自主盈亏 在经济上 但是你的住庙活佛 以及你的法座 法师 寺主 必须是由母寺安排 哎 您看没有 这就跟集团公司一样 哎 当然了啊 这看起来呀 在这会儿是很科学 不过后来呢 也有很大的弊端 先是这个西藏地区的四大寺 后来呢 是藏传佛教地区的六大寺 当然我们说的是格鲁派啊 各自都有各自的僧团 这些僧团的斗争啊 极其残酷 咱们在之后的故事里啊 我慢慢的给您讲 到时候您一听啊 您就明白了 我估计您也得摇头 有相当一个时期 这活佛都活不长 为什么被这个宗教 以及政治对手毒杀了呗 这是后话 今日啊 咱们暂且不提 那咱们翻回头来 再总结一句 今天咱们聊的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聊的其实就是啊 为什么这藏传佛教地区的信众 就那么轻易的相信了 这个活佛转世系统 并且承认了它 还有啊 为什么单单是格鲁派 这么的笃信 这一套活佛转世系统 并且加以完善规范 得嘞老听户啊 您帮个忙 好不好的 爱听不爱听呢 咱们后边留言区啊 也发表一下看法 咱们一块聊聊天 让我也精进精进 评论转发长按点赞 都是对我莫大的帮助 得嘞 今天天不早了 咱们明天接着聊